距离大学学策进入最后倒数阶段 新北市中和高中校长柯亚玲 以及家长会会长带领高山学生代表 来到中和大庙 祈求文昌帝君四福 今年学策考运亨通 希望每个孩子学策的成绩都能够得高分 也准备了一些水果 那希望文昌帝君能够保佑中和高中 所有高山的学策展示 今年的学策每一科都能够满积分 来拜一下文昌帝君 让他心灵上一个比较安宁的一个感觉 让他可以比较冷静一下 身体的沉淀一下 他可以应付这个考试 祈求文昌帝君来保佑我们学校的同学 学生来讲可以考到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祈求文昌帝君保佑 诚心燃上清香一束 下方安排丰富贡品祭拜 贡品青葱代表聪明 芹菜代表情学 菜头象征好彩头 还有象征意义特别讨喜的包子粽子 一定要包种 希望高山学生最后冲刺成功在望 高中三年我也很努力 然后我的目标是考上医学相关的科系 然后希望能够在这次学策很好考到英数字 满积分的 数位时代准考证被应考资讯取代 祈求金榜提名传统习俗 拿准考证绕香炉 改由校长陪同高山学生 以全部考生应考资讯绕香炉三圈 求文昌帝君保佑中和高中考生们考试顺利 下笔解答有如神助 一举考上理想大学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